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迷入阵线 我们接着来关注啊这个中欧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战这件事情啊 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个现象啊 其实实与实是在我的 什么意思啊 那么这次我不是到了这个德巴印吗 到了这个迪拜去了 到了这个迪拜的我发现这么大热天啊 我住的一些这个 因为迪拜有很多高档酒店 但迪拜的高档酒店有些还是蛮便宜的啊 你哪怕是一些洲际酒店 或者说一些JW万豪 或者说是一些什么雷迪森酒店这种 就个他妈的六七百块钱啊 对吧 当然你说有些贵的很昂贵的上万块钱 那种酒店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啊什么帆船酒店 什么亚特兰蒂斯这种非常昂贵的 这种我都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在那会你去住这些六七百的酒店 就五星级酒店很不错了啊 那么这个里面呢 他会都会有游泳游泳池 但是那迪拜现在这个季节呢 它非常热的 非常非常热的背景之下呢 这个一大早一大早起来 哪怕是吓我 我很佩服那些白人 欧洲过来的啊 都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在在游泳啊 在那晒太阳啊 因为我说过他们能这间的相互攀比 不是说不是说去像我们这边 可能要宣扬个汽车什么的 他们的攀比就是攀比什么牙齿啊 那是老美 欧洲人就攀比说也是这种这种皮肤 你看那个川普 他不就是晒的那个皮肤像古董色兮兮的吗 他们就是认为就是说我这个皮肤是这样子的 就代表我有钱有闲啊 我可以去晒 他们是是攀比这个玩意儿 所以说他们他不停的这么热的天啊 外面四十多度 体感温度估计有个五六十度六七十度的啊 跟撒币一样的 他们在那个在泳池里游泳 然后在那边晒太阳 那么我也我也去游了一下泳 也跟他们稍微聊了聊 他他们呢也会跟我跟我聊天 因为有的时候他看到你 可能就就是个中国人什么 他干嘛的 他也会跟你聊一聊 他跟我聊天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是哪里来的 很多都是来自欧洲的啊 有些是 这些人很多都是 什么德国呀 什么英国那种地方的啊 然后他们就说 为什么来迪拜 因为他说这个地方很不错啊 他说现在欧洲太乱了啊 欧洲那个物价也受不了 他说他现在在欧洲 如果度假的话 他什么南法西班牙这种度假的这种费用啊 他 对吧 他来比他来迪拜 坐这飞机坐这么远 他说他还便宜便宜一些啊 因为我想因为你现在在欧洲啊 尤其是暑期这个时候 你能够住得了五六百六七百七八百 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吗 那你是他妈在做梦 你是在讲故事 我在爱比英上面 我之前在鲍尔干办到爱比英上面啊 去住住一住这种民宿 都他们千把块钱 你没有这么这么这么便宜的 而且他们一住住三个礼拜 住一个月 这样子的 还有的人长期在这里住 越来越多的 就是他也跟我说 他说他们越来越多的 这个反正这个德国人跟英国人 讲的话都差不多 他们就说越来越多的 那个他们国家的那些 所有的中产或者干嘛的 有些可能只是搞金融 或者搞不用那种先上办公的 越来越多就是 就是移民到这些迪拜来 而且我也问过 还有很多都选择在上海定居 我最近看到啊 有越来越多的这些西方的这些名人啊 有很多的这些人物啊 都选择来中国定居了 不一定是上海 还有些中国一些什么 其他一些小城市 还有些成都什么的 反正就是来中国定居的很多 还有的白人 包括美国加拿大一些人 他们对白走这种东西失望的 比如说住在那种 像美国加州啊 纽约州这种 不是白走的地盘吗 不是小孩要那个蹬鸡巴的 五岁小孩要让你把小鸡 给你蹬掉的 他很多这种当地这种白人 这种可能又以传统保守一点的 都移民到了俄罗斯去了 你可以想而知 都移民去俄罗斯了 包括欧洲很多人都移民俄罗斯了 还有很多来中国的 还有些去迪拜的 对不对 来就是重新再回到香港的也有很多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中欧贸易战 首先要告诉你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种只有你出去 像南洋这样出去 我自己实证博主 我出去我给大家现场可以考察 才能够了解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现在欧洲这个情势是很严峻 很垃圾 很垃圾的 对不对 很多欧洲真正就是说有点见识的 就是留在本地 他也讨厌这些移民 他们说治安太乱了 就跟他比他妈中国九十年代那会儿 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治安还要他妈乱 那会儿不是那么很多 这个上城 上山下乡 知青回到城内 当盲 变成盲流子了吗 比那个恐怖多了 我们那还只是这个本民族 人家就是这样的 他们那些是什么 是别的民族的 别的种族的 还不是民族的 把他搞得翻天覆地的 那个欧洲人打的欧洲那么高 天天就是给你搞白索 洗脑那套 很多人都移民到俄国去了 接触他传统正统的这种思想去了 那么就在迪拜这种 可能有的 可能这个国际息息的就在迪拜 还有很多都来中国了 所以说 这就是目前欧洲的政治情况 留不住人 但凡是人才 兜里有点钱的都走了 然后呢 他们自己都说 自己国家弄得像一坨屎一样的 因为这些 因为你知道 比较有一点见识的 和一些等级的老外 他倒不会有什么种族歧视 他就是说 跟你会聊一些 很深入的一些东西 聊一聊就聊 当然我的这种语言 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基本上的这种东西 还是能够听懂的 基本上的交流是没问题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聊一聊 没问题 然后那个 国内的一包港软炮呢 一天到晚 像什么香港 还国内一些港软炮 我之前 我最近也认识个妞 对吧 这个妞是挺有钱的 说要把他女儿 儿子妈的送到什么英国去 去加入 大布林 电击 北二来联合王国 我可以跟他讲 我说你他妈 是不是脑子有屎啊 你 你有钱 没地方花 我说现在英国都什么情况了 我说英国 公立的 也就那三所大学 是比较好的 我说你让你子女这样这样过去到英国去 我说去学啥 我说那个学校里面那些移民那么多 那些硬巴人啊 看到女的眼都冒绿了 我说那边女的经常被他妈的被他妈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轮流输输输输的 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裁披露 答击者问 那么中裁披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欧盟执意要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这个所谓的这个狗鼻的这个关税 加征这个所谓的这个狗鼻关税呢 大概是36.9%算得起来 其中对上汽集团 这些生产的什么ID3 ID4 ID6 啊 就是跟德国大众啊 一起他们合资的这些 就是不是变成上汽集团了吗 啊 生产的啊 包括什么龙威这种的 对这种汽车加征关税是最猛的 达到百分之三十七左右 对比亚迪征收百分之十七的关税 啊 他执意要来这个推动 啊 执意要来推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这个征税 那你这样来推动的话 那中国反击也是很猛的 欧盟在中国这块肥肉 俄罗斯想抢 今年6月17日 中国商务部宣布 因中国业界申请 对原传与欧盟的进口 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 另一案调查 所以中国猪肉及猪副产品 第一大进口来源 欧盟猪肉业界马上挤眼了 大户争取离异 解和谈判空间 一些欧洲媒体还借其草说称 此就是对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 零食性关税反的措施 或加剧贸易紧张局势 那这一块我说过 你这个西班牙是出口 占中国猪肉出口的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一 你中国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一 是什么概念 你西班牙养猪 除了他们满足欧盟需求之外 就是就是出口到中国来 而这帮笨猪 南欧笨猪五国之首的西班牙 他要在电动汽车里面 去支持对中国的反人倾销 之前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 他来中国 人家是有他们非亚特集团 想来跟中国来进行这个电动汽车技术转让 在意大利建厂 他投反对票 现前投反对票 是为了跟中国来谈判 你西班牙又没有汽车品牌 你他妈的投哪门子反对票 你他妈跟风啊 你跟你跟你跟 你跟他烂逼啊 剑逼啊 骚逼啊 你巴塞罗纳他妈逼 马特里街头那么多他妈小偷 他那妈 哪个中国人到巴塞罗纳去旅游 没有没有被盯上过 没有被摸过那个那个皮包啊 把包里面东西给你偷了 电脑给你偷了 手机给你偷了 钱给你偷了 啊 嗯 还他妈淡淡自信 以为自己很牛逼 皇家马在里的孙子 啊 老逼的不得了 还这整数七十中国人 你们算哪男子错 你西班牙这个国家 在他妈的这个历史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地球上面 有他妈档次吗 你他妈G7国家也不是 G20国家也不是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档次 跟我们来老逼 嗯 需要插鬼的 啊 你有什么档次 跟我们来老逼 啊 现在就打你的猪肉 急眼了啊 急眼了 你去急 啊 公公马上跟俄罗斯搞合作 还有一个发展自己国家的 这个种族这个产业 啊 就行了 不需要他们那个什么猪肉 他们西班牙火腿 滚你马屁 谁又那个吃那个 那那那几片贵的要死 啊 溢价贼高 啊 对吧 那那几个中国自己 有什么精华火腿 一模一样的东西 啊 只不过做法不一样 啊 对吧 那牛逼吹的那么大 干什么 还拿个西洋 西洋剑在那个地方 骗开来吃 掉不垃圾的 啊 对吧 那后 那后的要死 咸后咸后的啊 我们上海人 算是能他妈吃咸的了 操他妈 但我吃那个玩意儿 我都感觉 我都 我都难以下咽 啊 吃一片两片还可以 它有那个香味的 那你吃多了吧 真的是 也就那个味道 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要跟中国来打贸易战 时与势在我 你现在欧盟都 因为欧欧战争 因为 中东的这个冲突 啊 因为这个全球新人战 你都变得什么样子了 现在去欧洲旅游 都没有性价比的 我不知道他那边 牛逼什么牛逼 老逼什么老逼 啊 还跟中国执意 要打什么电动汽车战 啊 那你打吧 打 中国就打你猪咒 打你奶制品 打你第一产业 你发达国家 不就喜欢搞第一产业吗 对吧 我就打你第一产业 让你们的农民 给你们造反 给你们闹事 开退路机 直接攻进他妈 布洛塞尔 啊 制裁你们的酒 制裁你们 还有你法国也投这个什么 战争票 对吧 所有LV MH集团的设置品 一个都不能来 来中国 草你马屁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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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来 来来搞 我们给他们的东西 都是什么 都是必需品 因为电动汽车 为什么是必需品 现在欧洲能源 价格那么高 你这个电动车 充电电动车 那不是必需品吗 对不对 啊 油都 都架不上 那么贵 啊 那只能充电 啊 你们不是还喜欢搞环保吗 中国人给你搞环保 但是你那些 到中国来的 什么伊比利亚 火腿 什么白蓝地 什么LV 什么那些 什么鲁烙 确定马屁 那又不是必需品 那都是中国一些 稍微有一些档次的人 去消费的 啊 我们是没有档次的人 我们不用消费那些东西 啊 春龙给我给你禁止了 我看你有多牛逼 啊 谢谢各位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